Lun Sang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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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特区政府做不到事 万事不力 本著以结果为目标的初心 運輸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已经尽力了 日本政府在12月27日星期二 毫无任何预警下忽然之间 订了一个大弯 宣布由今天开始 内地、香港、澳门去日本的航班 只可以在指定的四个机场降落 特区政府昨天立刻发稿回应 知道这个安排 之后认为日本政府 对香港出发的航班限制不合理 要求他们取消这个限制 还立刻提醒本地航空公司 快速向受影响的旅客交代最新航班的资料 虽然最终未能达到取消限制的目标 但总算有点成果 事隔两天后 日本昨天在限制生效的前一天 放宽了部分对香港、澳门航班的限制 今天开始来自港澳去日本的直航客机 只要机上的人员没有人过去七天 曾经逗留过内地的话 这个客机可以另外在北海道新千岁机场 复岗机场和沖繩那坝这三个机场降落 不过调诡的地方就是 日本这一项新的让步 不是由运输及物流局 又或者是特区政府作出公布 而这个讯息是由航空公司发出来的 政府的公布也很特别 它用了知识这两个字 而表示知道这个新的安排 似乎和日本这个新的决定 好像想划清一条界线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新的做法 更加明显地摆明针对内地 不过这一项放宽仍然有其他限制 航空公司由香港去日本的航班数目 是不可以多过过去一个星期 在这个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香港多间航空公司 昨天很快宣布要削减航班 一个这么简单的决定 真是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 这个新的措施 特别是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旅行团 在农历新年这个黄金假期 旺季的业务 郭泰昨天发出了声明 他们确认可以继续运作 去日本所有航点的航班 但因为数量限制了 每个星期只能营运到65个班次 比起原来削减了大约两成 郭泰说会安排原定往来东京大阪 和乘房的受影响顾客 乘搭其他航班 往来名古屋的顾客 便会改搭大阪的航班 一个决定大大影响了很多人的计划 正值旅游旺季 其他航班都满了 往来复光受影响的顾客 便可以获得全额退款 香港航空昨天在Facebook 都说了有新的安排 来往香港去沖繩的航班 今天起全面恢复每天一班 来往扎房的航班 下个月1日起有限度恢复服务 每个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才运作 香港航空因应部分来往扎房航班取消 唯有陆续用电邮、手机短信通知乘客 和存额退款 乘客如果透过第三方来订机票 便要麻烦大家联络旅行社代理去跟进 香港快运又如何? 下个月13日之前的航班可以照常运作 但14日起便要取消部分去福岡、关西、沖繩、东京和名古屋的航班 一共有41个班次 直至是另行通告为止 航班被取消的旅客都会收到电子邮件和短信 可以申请退款或更改机票 不过当然对旅客来说 退款甚至给多个原来付出的款项 大家都不会愉快 假期已取消了 公司已批准了 仍然不能出发 非常素兴 怎样素兴 相信都不用我怎样 详细地说 大家都想像得到 为了符合日本当局最新要求 国泰香港航空和香港快运今天开始 都会要求去集访新千岁、福岡和沖繩喇叭 这三个机场的旅客 在香港机场办理登机手组时 要签署一个申报表 要确认出发前七天没有在内地逗留过 而未能够符合这个要求 可以选择退款或重新预定航班 这个做法真是相透中国人民感情 日本显然忧虑内地严峻的疫情 怕内地开关后 将新型变种病毒带到日本 虽然可以理解他们的忧虑 但一个这么急速的决定 真是很素兴和很妖民的 如果有一段较为合理的缓冲期 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日本今次的做法真是激起了一些人爱国情怀 新思维副主席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是其中的位 他说我个人真的不欣赏日本政府相关的做法 这个做法很不妥 作为中国香港居民 要表明没有去过内地才能去日本 很奇怪 难道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正正日本考量到香港是正中国的一部分才有这样的决定 中国人民感情受到損害是必然的 但入境政策是人家的内政 尤其是防疫政策 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到 只能够据你力证 希望特区政府继续努力 不要放弃 加油 除了日本之外 其他西方国家都有些动作 他们的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近日有一架中国内地的非底米兰航班 有38%乘客是阳性的 另一架有52%是阳性的 意大利在星期三决定要全面检测 抵负或转机的中国来客 美国下个月5日都开始恢复查验中国旅客 新冠阴性的证明 这个措施会适用于中国内地 以及港澳两岁以上的航空旅客 包括过去10天内去过中国的所有入境者 登基前都需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 或抗原检测阴性的证明 日本、意大利、印度都宣布 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强制病毒检测的措施 今次有好的国家包括澳洲、新西兰、英国、法国、 和德国 英法德三局都表示 每晚密切监察情况 但现在就不会考虑向中国内地旅客 实施新的限制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为 对整个欧盟来说 强制来自中国的旅客 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根本不合理 亦没有必要 澳洲总理阿尔巴雷塞昨天也说 就算一些国家采取强檢等措施 目前澳洲也不会改变中国内地旅客入境的规定 新西兰卫生部发言人都说 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 要在边境恢复新冠检测 大家可以去的地方还有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去探探 发在生的黄创安先生 如果你自己或你的亲人或好朋友 有头发的问题 比如脱发 头皮敏感 头痕 染发频密导致问题 影响到你生活质素的话 真的不要等了 打电话给发在生的黄创安 他是一位很有心的刑问者 我认识了他很多年 他真的很恩实的商人 他真心希望能提供服务 帮到有需要的人 他的意见服务是免费的 他愿意提供一次免费头皮检测 和一次免费療程服务 让大家可以体验和感受一下 这个療程究竟会否帮到自己 大家不需要担心会有 强迫消费的情况出现 黄山经营的业务超过了四分一世纪 有一定的相遇 从来都没有这样做 大家都可以放心 接受这个服务 又不等于你一定要帮衬 购买任何疗程 了解一下自己头发生长的情况 头皮是否健康 始终是一件好的事 他的电话我说了很多次 不过我都长期再说 就是5566-8299 5566-8299 5566-8299 只要你愿意打这个电话 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例如如果你真的有机会 去到发在生或桂圆尾中心 记住告诉他们 你是智云频道的订阅者 他们会为你送上桂圆尾出品的 即饮糖白 加热3-5分钟就可以饮用 有不同的口味 也有不同的健体 和养颜的功效 一定有一款適合你 今年农历新年是比较早的 1月22日已经是大年初一 大家准备好那些荷莲糕点味 如果有兴趣免费 获得素食萝卜糕一底 请大家踊跃参加智云玩野 这个游戏 玩法很简单 在发在生广告播了之后 会有一条短片介绍如何玩 希望大家踊跃支持 玩得开开心心 因为我们讲效果实力就是最好的包装 我们二十多年经验 摆明是实力派 头发的事就是发在生的本事 包装美是不实际的 尼斯做免费料情 有成效才最重要 大家好 适逢圣诞佳节 新一年又即将来临 智云准备了一个游戏 跟大家玩一餐 一于是齐齐玩野 玩到年尾 我不知道你订阅了智云频道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希望你尽快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最好找多几个知己 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 说实话 如果将来我搞些聚会 大家有没有兴趣参加呢 不过可能要收费 会不会因此而却步呢 好 我们不妨给点意见我 今次所玩的游戏很简单 只需要做以下几个动作 其实是两个动作 第一就是在下面 按下相关智云玩野相关的链接 那个Google Form 填写的表格 提供一些简单的联络资料 最重要是让我们可以藉着这些资料 找到你 第二就是将你曾经 观赏过智云频道的任何一个节目 Steven King也好 Steven出间也好 或者是small talk 闲聊也好 自在饮食也行 任何一个节目 任何一个环节都行 点赞 赞、like、分享、share 到你的Facebook帐户 在你的Facebook帐户 用不多过十个字 形容你对智云频道的看法 你可以赞 当然也可以谈 但是赞也好 谈也好 都要有创意 我们会挑选最具创意的一百位朋友 送出大自然素食自家出品的 素萝卜糕一盒 我拍过一条片 给大家看过有什么 餡料和怎样做法 真是很好吃和很有益的 得奖的名单 就会在《戚策乐坛流行榜》 班长礼当日 和班长礼无关 日子即是2023年1月1日 会公布 希望大家踊跃支持